坐在椅子双手上扣被刑警团团包围 住家被搜索房屋买卖契约各种提款卡 存折硬件证明授权书全被查扣 由来这名教室男子涉嫌与妻子还有三名女儿 做生姜爸姜妈炒房集团 从中诈骗至少五亿元 警警调查嫌犯涉嫌以投资这处社区为由 联合代书鉴上去代销组织来诱骗被害人来买房子 而当成交之后又害他们成家梦碎 还背负大笔债务 警方调查这家人一条龙犯案计谋 从104年就开始 姜姓丈夫负责跑银行 廖姓妻子举办演讲 三名女儿在场鼓吹买家投资 但当检警前往查起 廖姓女子6月已经因病去世 进一步分析就号称国内最大的炒房集团 涉嫌以低头期款 建商无息借贷 还有房贷补助来诱骗被害人上钩 当买家付了定金签了本票之后 才发现是高利贷无利偿还 建商随即将本票交给法院裁定 房子被迫被法拍 集团再以人头低价收购来赚价差 让被害人血本无鬼 当时没有人产生质疑 是因为他拿了很多成功案例在现场 只要你一脚不起建商 把你拿去法院强制执行 而且开票的日期都还没到 我们就被面与把拍 花了一千多万钱被建商拿走 房子被他把拍又变成建商的 警方接连逮捕了15个人 江信主贤被依照组织诈欺 未曾文书重力罪收押 被害人用了毕身积蓄 因为可以缘一个成家梦 却是一场空 怀疑幕后还有共犯逍遥法外 提论者温宜姐 下面什么道